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赛罗奥特曼来超市买食丸了 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食丸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哇,超市来了好多新的食丸啊 这里有奥特曼的食丸辨识饮料 太好了,又可以亲手做食丸了 把这个买回去 这里还有各种口味的薯片 我最喜欢吃薯片了 这是清汤口味的 这里还有海苔口味的 这个看上去也不错 这里还有一个淡盐口味的 嗯,那把这三个都买回去吧 要来结账了 赛罗奥特曼把硬币给了超市 太好了,回家做食丸咯 让我们来看一下赛罗奥特曼买到的便是紫离蛇丸 这上面有五位奥特曼的头像 他们都在做必杀祭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呢 有一个奥特曼的杯子 杯子上面有捷克 初代,还有赛文 然后这里面有两包材料包 左边的是奥特曼的材料包 右边的是怪兽的材料包 让你们知道上面分别是哪一位奥特曼 和哪一只怪兽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哦 这是我们之前收集到的所有的杯子 这个杯子上面有高斯 赛罗还有蒙比游斯 另外一个杯子上面有杰德奥特曼 还有奥特曼呢 正好我们凑齐了一套 接下来我们又来开始做食丸了 首先又往这两个杯子里面加水 左边的杯子夹到两颗星的位置 右边的杯子夹到一颗星的位置 那这个赛罗的杯子呢 是用来溶解奥特曼粉末的 大家看奥特曼的粉末加进去之后 是透明的颜色 让我们来搅拌一下 搅拌之后也是透明的颜色呢 然后又把怪兽的粉末溶解了 怪兽的粉末是什么颜色呢 来搅拌一下 大家看怪兽的粉末溶解之后 变成了绿色的 接下来又把两种溶液混合到一起 那怪兽的绿色粉末溶液 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你们可以猜猜看 要加进去咯 大家看 绿色的溶液变成了橙色的 那你们猜对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变色紫离果冻 那让我们轻轻的搅拌一下 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5-10分钟 这时候 塞罗奥特曼的肚子也饿了 让我们来尝一下不同口味的薯片 首先是这一个清汤口味的 这是橙色的包装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那你们喜欢吃薯片吗 把它倒到包装盒里 看上去好美味啊 塞罗奥特曼来尝一口 嗯 太好吃了 清汤口味的果然是最好吃的 让我也来尝一口 接下来 让我们来尝一下淡盐口味的 这是红色的包装 哇 这里面有好多薯片啊 那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薯片呢 让我们的塞罗奥特曼来尝一片 嗯 这个也很好吃呢 但是没有刚才的清汤口味的那么好吃 让我来尝一下 嗯 果然 我还是比较喜欢清汤口味的 接下来这个绿色的是海苔口味的 哇 这里面的薯片有很多绿色的海苔呢 嗯 薯片太多了 有些都碎了 让塞罗奥特曼来尝一口 嗯 脆脆的 这个也很好吃呢 塞罗奥特曼又来选出他最喜欢的口味了 果然 他选择了清汤口味的 那我个人也最喜欢这个口味的呢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口味呢 吃完薯片正好口渴了 我们的奥特曼饮料也做好了 让我们的塞罗奥特曼来尝一下 塞罗奥特曼喝了大大的一口 看来他是真的很口渴啊 那我们的薯片再配上自己手工DIY的 便是果冻子梨 确实非常的不错呢 那大家也一起来制作美味的食丸吧 更多更好玩的食丸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